今年温度很久,所以羽绒衣服到民众欢迎 也好鹅阿姆的技术第1期 不过因为保暖的产品丰富都完 所以今年鹅阿姆的技术只有今年3分之一 前两年来比较呢,价格是有比较低一点 因为可能是现在有一些发热衣的替代材质的出现 来取代一部分的羽绒 或是说羽绒的成分的比例有稍微的减低 所以让羽绒的整个需求价格有比较 就是没有像前两年那么好的状况 大概跟前两年来比的话 那个羽绒厂收的羽绒价格有大概少了3分之2左右的价格 贺角赞现在的三年温度介绍并没有受到满大影响 加上现在是个肉食最好吃的时机 减刽也提倡给民众品商 以我们现在的那个成额部分来讲呢 算是到头耳的时期 那在產量上就是會比正期耳會再稍微少一點 現在目前的貓鵝產地價格是一台金62 冬天溫度較多的家屬領企团來報道 以下氣候的關係在冬天的育氧上 防疫的工作上我們要特別注意 就是在消毒跟保溫的效果做得好的話 會提高我們的育成率 那保障我們的利潤這樣子 是在水者的時候因為那麼怕冷所以要放火 要注意一點就是 這次我們就是以後尿 這次我們別的臺灣這邊都在菲律賓 會可能經濟 這個新牧場的防疫要大家做得好 既然這裡表示現在是個肉最好吃的時期 跟上介紹和三流都很穩定 要大大推薦給民眾品牌 既然有養品採訪不得